那个AJ1那个蜘蛛侠 然后是一双女马的38.5马 当时是打算投资用的 投资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段时间鞋子会涨 然后就能买来 然后再把它出掉 这买是多少钱买的 3400 2300左右 对到时候好像是2000多一点 是等于跌了 对是跌了 跌了1000多 对 不是说它会涨吗 那投资失误呀 那总有失败的时候吗 是不是 那经常投资这个吗 投资过六七双七八双吧 有多少涨了呢 涨的都是小涨 就一两百 然后主要亏的话是一双这个 还有一双亏了178 这里要提醒一下热爱球鞋的各位 投资有风险 囤鞋需谨慎 小张介绍 他手上这双鞋 是去年8月份 通过NICE平台购买的 之后的4个月 球鞋一直寄存在NICE平台的仓库 后来这双鞋的价格一直没上去 加上寄存还要收费 他就在今年1月份把鞋子取了回来 前几天 小张准备通过另外一个平台 把鞋子以2000多的价格卖掉 结果却损失了一笔钱 后来德伍告知我是以短信的形式通知我 是就是没有通过 然后我就没有通过他们的查验 主要是鉴别真假问题 但是他们查验的时候发现鞋盒不匹配 鞋盒鞋盖和鞋子本身吧应该是 对后来他们扣了我的保证金 然后把鞋子以到复的形式退给我了 小张说 他联系了当时买鞋的NICE平台客服 客服建议小张再通过其他平台 对鞋子进行鉴定 通过就是他们平台 各平台要求的就是拍照 就是拍比如说拍鞋子的侧标 以及鞋盒的一些位置什么的 就是然后拍上去他们会进行鉴定 最后鉴定了几个平台 最后鉴定是在德伍上和NICE 两个平台鉴定 一共鉴定了三次 然后都是结果是什么 对三次结果都是鞋盖与就是鞋盒不匹配 具体是怎么看出不匹配的 小张不太清楚 但他认为是NICE平台的责任 我猜测是NICE 我存在NICE的时候 NICE替我保管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那我首先我想的是 肯定是把这双鞋退掉 退掉的话 你现在已经拿到手快一年了 差不多 那我至少能接受就是 我可以按信号是现在市场价 他们给我回收回去是不是 我也不 因为鞋子毕竟跌了 那我也不想说就是把原来钱拿回来 那至少以现在市场价 以现在全新的市场价 把我鞋子回收回去 在赔偿我在德物上的保证金 以及我就是因为这个产生的 就是包括鉴定费也好 然后邮费也好 这些都需要赔偿给我 之前小张和NICE客服沟通的结果是 平台方愿意补偿60元现金 加一张包邮券 或是帮小张把球鞋卖掉 小张都没有接受 记者和平台方面 也就此事进行了沟通 品牌公关部的工作人员回复 他们可以目前的市场价 回收球鞋 并补偿小张之前损失的保证金 和鉴定费 至于鞋合不匹配的问题 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优邦恒剑记者报道